大家好,首先谢谢网友们的关心 昨天在咱们关心时事的这个网友圈子里面呢 出现了一些跟我有关的质疑和争议 其实我发现呢,就是咱们这个网友圈子也不是很大 经常是到我这来看了以后再到别人那去看 在别人看了以后再到我这来看,互相是循环的 那么这些质疑争议出现了以后 有不少朋友留言对我表达了支持 所以谢谢这些朋友的厚爱 其实自从我做自媒体以后 这个点击数和订阅数量稍微上来一点以后啊 就陆陆细续就会出现一些争论了 只不过昨天好像关注的人就多一点 以前呢也不时有朋友给我发私信 说谁谁又怼你了 还专门发了一个视频 取了一个很针锋相对的标题等等 有的时候呢好像语气也挺激烈 不过大家知道吗 就是这些内容啊 其实大部分我都没去看过啊 我也不太想去看 一般我就问一问告诉我这事的朋友 就说他是怎么说我的啊 然后这个朋友简单跟我说了一下 说他是怎么怎么说你的 我知道一个大概 然后就想哦原来这是他的观点啊 那如果他的观点就只是这样 只说到这种程度 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去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这个自媒体啊 是个时事评述 时事评述的意思就是别人什么事到我这来 他就是一个素材 那我有什么观点 讲了什么话 当然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素材 那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说他评的有理与否水平高低 那确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 有的时候我是在想 如果他说的很有道理呢 大概就会有很多人去看吧 那就会有很多讨论 那个时候呢 我再去了解他的观点 然后再把这个话题回收回来 变成我自媒体的素材 同时我也是个注意力比较狭隘的人 一般我只会关注自己要做的事 那不是我感兴趣的呢 我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上面 那你说我开这个YouTube频道是干嘛的呢 咱们是做评论的 现在是做时事评论 时事评述 以后我想陆陆续续加进一些历史文化的内容 那你说跟人互怼互喷 那是做评论和分析吗 那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 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我这个自媒体里面做呢 对吧 自媒体也是媒体 只不过它比较小 小到只有一个人 记者 主播 编辑 总编 全我一个人干了 但它既然是媒体嘛 它就有个编辑原则的问题 就是别人的事到我这来 它是个素材 我觉得合适 就在我这个媒体里播 那我就播了 那么在播的过程中 除了讲述这个事件本身 我要做分析和评论 那我觉得这个分析和评论的过程 符合我自己的媒体定位 以及符合我自己的质量标准 那我就登出来了 这事就完了 你要把个人的面子感情摆进去 那就不够professional了 对吧 就不够职业了 当然 即使对方说了一些是冒犯不公的话 有道理的也应该听 比如说 那就有朋友多次说 我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一测一响 这个当然是事实 从第一天开始 我就在天天一测 以后也一直会这样 以后即使我们说到一些历史文化话题 难道就不是一测一响了吗 恐怕更是一响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凭借更有限的材料 甚至可靠性更成问题的材料 来重构那个环境 去分析那个环境里面的人际关系 然后再对历史重新提出一个解释 那更加是异想嘛 我看过Discovery里面的一个节目 就是有那么一伙人 他想证明这个金字塔不是外星人造的 于是就有人出来撑头 就找了一批各个方面领域的专家 然后大家一起论证 脑洞打开讨论方案 然后他们就用当时 就是四五千年前有的那些材料 工艺技术手段 造了一个小金字塔出来 就是说看啊 当时的技术水准和材料 也能造出这样的东西 他也可以完成这样的工程嘛 只不过规模更大一些 协调工作更复杂一些 所以这是人类可以完成的 不是外星人造的 问题是你说来说去 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你怎么知道四五千年前的人 一定会按照你这个方式去思考呢 那完全就是臆测 完全就是臆想嘛 不过既然这个社会上 有这个评论这个行业 就各个媒体里面呢 还专门有评论员这个岗位 那看来呢 这个臆想这个事情了 社会是允许它存在的 问题是你的臆想能不能够延续下去 别人能不能接受 这是一个市场选择的问题 你如果把臆想等同于胡扯 瞎鞭 那市场自然会淘汰它嘛 那么今天发挥一下呢 我想多说一个问题 那就是臆想和分析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说白了 分析也就是臆测的一种 分析只不过是基于规律的臆测 基于规律的臆测 往往比当下片面的事实更加有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历史与现实 它相同的地方 总是大于不同的地方 自打这个地球上有了人以后 这个物种的本性行为方式 其实就没怎么变过 用黑格尔那句话 就是说太阳底下 其实没有新鲜的东西 正因为没有新鲜的东西 人类社会才会有规律这一说 我看过一篇文章 分析了历史上40次资产泡沫的破裂 在每一次泡沫破裂之前 当时的人们都坚持说 我们这个泡沫不是泡沫 或者说我承认它是泡沫 但是它远远没到破裂的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特殊啊 我们这文化特殊 环境特殊 制度特殊 经济发展阶段特殊 历史特殊 我们这伙人也很特殊啊 所以这个泡沫没有破裂的风险 而且在泡沫破裂之前 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内幕流传 来维持人们的信心 可是当这种事情发生40次以后 你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 那就是泡沫就是泡沫 所有的泡沫 不管你说它多特殊 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 永远大于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所以说规律和逻辑这个东西啊 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有利的多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诸葛亮只是乡下的 南洋乡下的一个小农民 他不认识任何高官显贵 不了解任何京城内幕 他如何能知道天下三分呢 诸葛亮在做龙中队的时候 只有27岁 已经做出了天下三分的战略预测 就是这么一个乡下小兄弟 一边种地一边异想出来的嘛 当然对规律的掌握有个摸索过程 有一个修道悟道的过程 水准层次也有高下之分 所以异测这个东西 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 有先前不准后来准的 有看起来不准 但最后证明是准了的 总之呢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摸索规律 推测实施 以前我说我就是个说书的 你就可以把我当成个说书的 其实你还可以把我当成个算卦子 为什么呢 是一传里面有说嘛 急速之来未知瞻 就是瞻补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过去的东西 推测未来的东西 数网之来未知瞻嘛 这就是占谱 所以我们这里的 一测一想 本质上就等于算卦 只不过放到社会这么大范围内算卦 这个体系更加庞大 参数更多了 所以首先得派出一些干扰 第一 就是人们通常有这种名人仰视情怀 就是觉得你官大 钱多 就一定比我们聪明 经常有人说 你说的难道中央领导想不到吗 你觉得你比中央领导考虑的更全面吗 首先还不能够抱这个先路之鉴 因为你稍微翻一下历史就知道 你会发现有无数不可思议的愚蠢的情况发生 那有的时候呢 那就是很愚蠢很笨的人做到了高位 就是他在做决策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虽然他做决策很愚蠢很笨 但是他在某些方面很聪明 他知道怎么去讨一些重要人物的欢心 他就能坐到那个重要位置上去 更多的情况呢 是干傻事的人自己本来是很聪明的 只不过他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所以有的时候再加上得意忘形一点就犯傻了 第二呢 就是不要觉得重要的事情 他就一定会被理性对待 因为人们的这个虚荣妒忌患得患失之心 焦躁之心经常会起主导作用 也许有人会说呀 你说起来头头是道 那为啥你今天坐在这呢 就对着一个镜头在讲 你怎么没坐到中南海去呢 说的也是啊 也是这个问题 第一呢 这个术有顺逆 命有穷通 我呢 是不和命去讲 命是这样吗 第二呢 还是有个个人主动选择的问题 屈原的诗里有一句叫做 禅意为重 千军为清 黄中悔气 瓦府雷鸣 禅人高张 闲事无名 是说他那个时代的背景 那基本上也是符合现在吧 当然我觉得说 黄中悔气 瓦府雷鸣 禅人高张 闲事无名 说现代这个环境啊 还不够贴切 我觉得杜甫有一句诗更加贴切 叫做 豺狼在意 龙在野 就是说你觉得我该去的地方啊 那是豺狼盘踞的巢穴 当然有人觉得跟这些豺狼混在一起 沾染点豺狼的气息 分享一点豺狼的力量 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但是总有那么几个人不这么想吧 不想这么干吧 今天是纯感想 所以就有点天马行空了 星期天是六四 但是我周末不在 所以今天就预先谈一谈对六四 二十八周年的感想吧 去年好像在香港维员 烛光悼念六四的活动里 参加的人少了一些 因为香港的学生觉得 他们不想把这个纪念六四 因为这个事情 把自己和大陆的民主运动 混在一起 他们要搞自己的六四纪念活动 所以我不知道 今年的维员悼念活动 人数还会不会减少 因为到六月四号才知道嘛 我觉得本土意识呢 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 只要不走激进暴力的路线 也无可厚非 但是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联系 它不是一个观点 而是一个事实 就是大陆本身的宪政民主化进程 与香港自身的安危直接相关 毕竟大陆太大 香港又太小 隔得又太近 空间上只有一桥之隔 所以大陆政治形势的变化 对香港的安危 对香港自身的这个制度 能不能平稳 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能不能延续 关系很直接 香港书商被抓 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想 但凡对大陆的民主化 宪政能起到 一点正面作用的事 都应该支持 本来力量就很小 真的就不要再分散了 那么在大陆 有勇气出来纪念六四的就更可贵了 2007年成都晚报上面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广告 向天安门母亲致敬 这个事情导致后来成都晚报有的编辑和雇员被解雇 去年呢 有几名假疫苗案的受害家长 他们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呢 就做了一个白酒的广告 就说八九六四 二十七年沉酿非卖品 这个八九六四这个酒呢 他换成了这个白酒这个酒 但通过这种方式是表示对历史拒绝遗忘 那么后来相关人员也是被抓了 杨建立先生在做这个事情 他就真的做了一瓶白酒出来 在全球各地传递 五月三十一号这瓶 六四八九 这瓶酒 三十一号传递到了香港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创意也很新颖 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其实不担心这段历史会被抹去 因为在现代社会当权者 已经失去了抹杀历史的能力了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 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了 他只要传递到了全球不同的角落 就会被人记忆保留下来 不怕知道的人少 只要还有真诚的想传递历史记忆的人 他就一定不会消亡 但是说到人少这个事呢 就又有点感慨了 因为总是不断有人说 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海外越来越衰弱 参与的人越来越少 支持的人越来越少 当然这有中共通过经济手段渗透的影响 也有西方政界本身的趋利和绥静 但是反攻求诸己嘛 咱们不敢言责备 只是谈一点个人感想和交流 民运人士自身确实也是有 可以反攻自省之处 那是不是矛盾太多 彼此之间不能相容呢 是有这个问题 但今天我不想说这个 是不是像某些人说的 这个太反华了 对中国建设的成果视而不见 一味只接中国的短呢 那当然更加不是这个 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最关心的是 就是在困境之中 当原来支持你的人转过背去的时候 你能不能坚持原来的志向 是不是志向做到了不可改 志气做到了不可堕 我觉得呢 不要有太急于事工之心 就是别把成功做成一件事情 看得太重了 说到这儿呢 又想说故事了 因为咱们刚才才讲 蜀网之来 以鼓见金嘛 三国时期 蜀汉的土地最小 人口最少 经济也最落后 但是孔明却六出其山 不断向强大的曹魏政权 主动发起挑战 以孔明的聪明才智 他难道想不到 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吗 实际上他本人 关于天下三分的这个战略设想 并没有达到 他当初的设想是跨有金翼 宝齐延祖 西河朱镕南府一跃 外劫孙权 内修正礼 可是金翼两周 金周被关于给弄丢了 跟孙权呢 也闹崩了 跟孙权还能修复关系吗 做不到了 因为刘备为了报关于之仇 新兵讨伐东吴 结果打了败仗 刘备死在白地城 和东吴结下的这个梁子 不容易消除掉 因为这是先帝之耻嘛 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下 诸葛亮以蜀汉一己弱小之力 仍然是六出其山 要讨伐中原 他的后出师表里有一句话 叫做 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之所以这么做 是出于一个信念和原则 我听到有朋友这么说 当然不是原话 意思就是说 只要共产党愿意改良 共产党它可以作为一个绝对的多数党 它的地位不被撼动 哪怕它在议会里面只留下几个席位 我也愿意回去扮演好 这几个席位的反对党的角色 就是刺激共产党 让它慢慢的继续改 那我听到这个说法呢 是有一点感慨 我想如果共产党能够做出这种程度的改良 哪怕它能允许一个弱小 但事实上能发挥作用的反对党存在 它先做出这种改变 那你是可以考虑是吧 要不要进入这种空间很有限的改良体制里面 继续发挥作用 但是在它的专制本性丝毫未动的情况下 你就先降低了自己的目标 你可以接受这种方案 那么在信念上 是不是就有这个汉贼可否两立的问题 就是民主宪政和专制集权是可以共处一室的吗 而且你自己可以满足只做一个陪蹭的反对党 是不是满足于偏安于一个小角落呢 当然呢 不能因为这么一句话 咱们就说这个朋友的心智就发生转变了 现实中的挫折沮丧 都会使人的目标也变得消沉 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看到这背后有一颗心 就是把做成点什么事情看得太重要了 做成点什么比什么都做不成要好吧 其实这也是我和很多朋友一个观念上的分歧 刚才讲这个所谓汉贼不两立 是从理念和原则上来讲 不是说我就非得给你死磕 咱俩你死我活 必须有一方先倒下去 如果曹魏改贤更张 尊崇汉事 那当然他就不是贼了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在此之前 你说你要让诸葛亮 与曹魏共处一事 他肯定是不肯的 哪怕曹魏肯退让一步 就是让你们偏安在四川吗 偏安在益州 我不主动打你们 让你们自己关起门来 过好你们的小日子吧 诸葛亮也不会肯的 因为在他眼里 我是堂堂严汉正脉 自然应该堂堂正正入主中原 又怎能满足于偏安呢 即使不能成功 那是形式实案 但是道不可改 诸葛孔明呢 他是有这样的人生信念 功不必自我而成 自有后人图之 但是道不可改 你如果把这个目标志向都改的话 这个事儿才叫做彻底没希望了 那我觉得一个运动里面 如果有多几个这样信念的人 那肯定会大不一样 当然今天咱们是纯发辉 就是谈了些感想 并无指责之意 希望与朋友们共勉吧 在六四二十八周年到来前夕 表达一下 缅怀这段历史 拒绝遗忘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